公益彩券不是賭博 公益彩券是背後做了很多的慈善 一個人從沒有錢變有錢 很容易的就會把一些錢花掉 首先要去實現他自己沒有中獎以前的一些夢想 那無意間你就把一些錢很容易的花掉 等到你有一天把這個存者拿出來一看 原來我只剩下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再要來做投資題材規劃 那可能這樣就是慢一點 台灣人就是這樣 這個當你啟花他能夠做愛心的時候 他非常非常的樂意來捐一些錢 能夠給我們台灣一些比較經濟弱智的一些民眾 所以我在做這個公益券目的時候 他們就會捐出他們獎金一部分的所得 用在這個社會公益方面 他這樣重度 現在很重度 應該是在五十年前 那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小醫生 但是那個時候他很認真 他是剛剛看到了 國外有很多的這個超音波對癌症的這個診斷 所以他很熱心 那那個時候我看他這麼熱心 那我就提供這個超音波的設備 給他去做臨床 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了這個 這麼長的這個優異 大概奧子來講 就是說 我們告訴他們說 你要做公益的話 必須要學習 必須要練習 所以當他事業有一點成就 他想說 有能力做一點公益 他問我說 他要做哪一個 那我看這個 許家說做這個 做得很成功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們就把他帶到這邊 來做一點公益這樣子 非常開心可以跟爸爸一起來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